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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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警署也曾经安排或协调滞留武汉 秘鲁 摩洛哥 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地的港人乘搭飞机回港 行动顺利完成 留守总部支援的人员同样功不可没 始终包机是有时限性的 所以一定要在很短时间内安排到 不要浪费了些位置 亦都给予准确的资讯 香港人如何去到那个机场 多少点要去到机场 如何搭交通工具 或者我们安排到什么交通工具 就去接香港人 有大量的联络工作 我们在二手一楼 即入境处的总部 我们也有一个特别的指揮中心 平日的编制只有26位的人员 一定是不能够处理现在的个案数字 这几个月我想总体来说 都有支援了500人 当年500人里面有不同的岗位 又派出去 又在那里听电话 又帮忙要接电邮 林林总总 所以这次真的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工作 311地震里面 其实当时也借了很多不同 调派在部门里面不同的岗位的人员 都来协助香港君民小组 帮忙听电话 但是人数绝对没有这次那么多 作为小组的主管 我想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真的要好感激 在小组里面帮忙的每一位同事 相隔多年再遇大型事件 其中一个分别是港人求助 不再限于打电话 当时真的没有那么多人有自行手机 现在真的很普遍 我们在帮助滞留的港人都方便了 在就着这件事 我们其实在可行的情况下 我们现在都尽量研究 有些不同的途径 例如有些应用程式 特别的电邮 或者一些通讯的软件 是方便的 等于运动的香港人 除了在打长途以外 直接联络我们 协助了香港君民小组 以前进行之外 就是希望真的即时提供 希望有遗留 因为今次的疫情 真的很少 无线例这么大 数量很多 令到我们都觉得 去研发和那个途径 是有实际的需要的 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